亲切的和乡亲急张打招呼 永灵基金会创办人郭台铭来到 基隆市暖暖区惨败臣服工 现场还有舞龙舞师表演 充分展现暖暖乡亲的热情 郭先生他待会下来后 他就先拜庙 老板我们出现 演唱庙庙拜庙后 再过去给大家拍照 希望大家可以敬请 专国办公室都给好生人来来 只有郭台铭爱总爱你 郭台铭 另外郭台铭还参观了设置在 地内里里民活动中心的食物银行 食物银行透过各界帮助 免费将面包牛奶等物资 提供给当地需要的民众 让郭台铭感到相当暖心 并将至宫分配好的食物 亲自分送给需要的里民 我今天到基隆暖暖区 感觉到心里非常暖暖 台湾的社会 虽然政治缺乏爱心 但是来看到 他的社会 在暖暖区 心里感到非常的温暖 这是两个温暖暖暖 谢谢感嘉乐福 你这么爱心 把即将要过期的食物 还没有过期 然后提供出来给爱心食物银行 每个礼拜 二四五 发放给需要的温暖 需要食物填饱的老人家 或者是比较需要帮助的人 这个在暖暖区 叫暖暖的名字 是有它道理的 最后郭台铭表示 这些爱心需要靠媒体 多多发掘 才能让人间更有爱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李亮杰 基隆报道